X7 试线模具一个放盖板 再放OC的跟液晶的 这个可以胶快的 胶快的话有两个 一个是贴OC的 一个是免翻牌的胶快 贴液晶的 这个胶快可以贴液晶 他要翻牌线 现在我们就开始操作贴 t9 先放这个 记得过 slept 还有 我们每个模具都有这个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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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的时候尽量按中间按这个模具的中间 好了 这个放好了 这个OC就放好了 放好了 这有气泡不用管它 好 这是我们的放盖板 玻璃 放玻璃 这边 先放了 把四个角 四个角插到 这是定位 定位销 你要先放到定位销里面去 另外就贴出来 或者盖板要爆了 贴的位置偏了嘛 我们就把这个OC撕起 撕到慢点 缺角 你要记得缺角 放对着缺角 放这个玻璃这一片的话 这个就不需要手去压这个模具了 就直接放到贴锁里去贴 贴锁 那我们一贴液金的话 就像你的香火液 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都要超过很像的 基本上会高一 到了小难度 不到 它是不像的 速八度 到速八度 它是第一转下压 不到的话就下了不像 相当于零解质嘛 这个OC我们就贴好的OC 看看有没有泡 啊 没有泡 说大声点 没有泡 好 你弄吧 哈哈哈 我们再第二波的话就贴液金 贴液金的时候 我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胶块有排线了 你要注意它这个缺口 这个讲一下 因为S8和S9 它的位置不一样的 它这个缺口 你看一下 缺口在不在排线的反应面的话 就这个放胶块的话 那个 排线这边就是和缺口是相对的 相对的 这是反的 反进去 千万不要放错了 液晶 液晶有点小问题 放的时候 我们的话 就是位置 这个位置 看的时候 看两边的 液晶两边的 这个距离 到旁边的距离 好 放好多角 好 模具 缺口 缺脚还是对缺脚 你要记得 不要放反 好 这 这放液晶 我也要按下压 放下 贴好OC的 再把它 放在这个 放玻璃的 这片模具上面 放好 好 放错 放错了 就贴反了 现在我们是贴液晶的话就选择项目2 项目2确定 把这个参数之前调好了 这个压力的话贴液晶的压力比较小 所以先把它拉出来 先让气压归零 归零过后再调起来 调到零件上 调过后我们就起动 这次把它倒入 我们就下到第一段 一般用什么 一般用这个给人家来认识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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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贴合的效果 很漂亮的 下面颠错了 进来发明 好 这个贴了